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ESR精英聯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Legend 我是今天的賽評Win的 對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我們ESR的賽事 其實在我們的巴哈姆特 甚至Facebook粉絲團 然後Youtube 都可以根據關鍵值ESR 找到我們的活動專頁 對 那詳細的資訊都在裡面 那如果你還要更詳細的資訊呢 可以連上我們的官網 這邊有網址 就是www.esrranking.com 對那我們這邊也宣傳一下 這邊其實在巴哈姆特首頁 已經上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排行榜 一個布告欄排行榜的東西 哇那這還蠻 我有看過在左側嘛 那其實還蠻屌的 對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圖片 那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有AVA 英雄聯盟 星海爭霸 那包括精英聯賽 這邊不用講精英聯賽排行 那還有自由聯賽排行 那這邊其實可以看到我們 7月份 這已經是7月份的戰績啦 對 前兩名是老鷹抓小機 跟University 他們是已經晉級了嘛 對他們是等於說已經確定有門票 可以打我們的 那個精英的季候賽 對對對那剩下8月份的話 假設我們的老鷹抓小機 或是我們University 對他們又晉級了 8月份的前兩名的話呢 那其實不用擔心 會直接順眼地補到下面 我那個補充一下 就像他現在這個 排行榜 我記得他這個是 不是即時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字卡是比較舊的 所以現在是7月份 對 7月份晉級的第一名是 那第二名才是老鷹抓小機 對 因為他好像在未來季候賽的時候 在季候賽之前 好像會有一個排名賽 是 那這個會跟現在的 7、8月份的排位賽 就是他的進擊的名次 會有點相關 所以等於說根據 就是我們7、8月份 對 他們的積分啊那些的 對 我這邊收到訊息好像是 7月的第一名 可能要打8月的第二名 那8月的這個第一名 就會打到這個7月的第二名 就類似 他就是交叉 這個也跟那個以前 ABA的賽事 其實也是很類似 就是跟SMA有點類似 雷同之處 那他會打一個排位賽 那最終再打上去 就是勝者爭冠嘛 那就是敗者的 再次爭這個 呃 這個三、四名 那最後會分出 一、二、三、四名之後呢 你要再去跟這個 再根據我們一、二、三、四名的排行 再去跟我們今天 對 所以你要注意 因為你在第一名的時候 你會對得到的是 菁英聯賽最弱 菁英聯賽最弱 菁英聯賽的第四名 對 所以你等於說你可以取得 第一輪的優勢 那相反你如果第四名的話 你如果對到我們最強的 很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撞到一堵槍啊 撞到一堵槍啊 或磨面加飛貓 對 妞妞目前戰績看起來應該 不太可能到那個最高啊 但是他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爭那個二、三名 對 好 那我們來 我們這邊介紹一下 我們菁英聯賽跟自由聯賽 對 其實菁英聯賽也不用太多介紹 因為其實就是 不管每個遊戲 其實都有四隊的菁英隊伍 那其實他們 不管勝敗有勝場獎金 敗場獎金 以此類推 那其實可以看到很多隊伍 其實他們已經有廠商的贊助 那這些都不在話下 那其實重點是 他們有很多資源啊 可以讓他們練習 那其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自由聯賽 這邊其實不用報名費了 那如果 如果你這邊 你覺得你自己實力夠好 你就可以來挑戰 因為 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 你曝光夠高 然後你實力夠強 那你這邊就有機會得到廠商的贊助啊 那其實你這樣對於一個 你的隊伍啊 甚至你之後成為一個職業選手 都有一個很大的希望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不管國內外很多隊伍啊 其實重點還是他們的陣容 如果他們換了人了之後 其實往往實力會下降 那如果你有一個很棒的sponsor 一個贊助商 support你的話 其實這種問題我覺得可以大幅度的減少 甚至有專門的教練啊 這些來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們這邊要提醒一下 其實這8月份的自由聯賽有點更改 就原本我們8月 就7月份的是12場嘛 你12場都要打 對那這邊8月份的話 可以看到8月份開始 總共會有16場 但是其實你只要打12場就好 那每週1、2、3、4 晚上9點開賽 但是其實你好像半小時前 還是一小時前 就可以還是可以報名 對玩家要特別注意 因為是從下週1開始啊 8月5號 每週1到4 晚上8點 欸晚上9點 現在是開賽喔 他不是報名時間啊 特別注意 開賽時間 那可能有玩家會問 那報名到底是到什麼時候截止呢 他每一場呢都可以獨立的報名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 比如說以下禮拜一來看 他是晚上9點開始打嘛 他在開打前的半小時 你都可以完成 我現在講是完成 完成你的報名手續 然後接著 開賽前15分鐘 再完成你的報到手續 完成這兩個步驟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 那有人說那會不會很麻煩 我要一天一天報 但是 換個角色想 你其實可以先選擇好你想要報的場次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現在要第三點 雖然我們有16場比賽 但因為他是取你的12場的賽事成績 做為這個判斷依據 那也就是說 你報名你可以直接先全部都報 沒關係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完成報到手續的話 你就得去打 因為你如果沒有打 他還就會算你有報到 那你可能就只取得了這個報到分 要特別注意 那像團隊賽的部分 你是全隊要報到 才可以算報到完成喔 因為有的可能 欸我是隊長啊 我來報到算不算 不算 因為已經要開打了 剩15分鐘 你怎麼之後隊長來了 所以這是不行 你一定要全隊報到 對這個玩家們真的要特別注意 那這邊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你不要想說你 你這一隊 打了12場 那我再跳去另一隊打了12場 所以以選手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A隊打8場 對 但是你在B隊就只能打4場 也是選手個人而言 也是只有12場 對 所以這邊選手要特別注意 以個人為準就對了 對對對 不只團隊 你個人也是一樣 了解 這邊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我們這邊再宣傳一下我們的 IESF國際賽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巴哈姆特這邊已經有一些消息出來 對 AVA官網已經也有放出消息 沒錯 對那IESF國際電競大賽 其實是 之前在2008年那時候成立的 其實就是自律推廣我們電子經濟交流 那其實 可以看到 原本我們大家有創始國 12個會員國 包括台灣 韓國 英國 比例十分國家 那現在已經新增到25個國家 他其實是一個 蠻年輕的國際賽事 是2008年才創立的 那第一年他們也只是創立好之後 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 並不是單純為了辦比賽 而是他們希望 這一個 國際賽組 它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標準 就有點類似以足球來看 它有點像是那種國際足盟 類似這樣 阿羅籃球它可能就是那種國際的那種籃盟 就是那種很很就是標準化 他希望去引導這個全世界的這個籃球 所以你看像國際比賽 像我們台灣人很常知道就是NBA 可是實際上NBA跟國際的這個籃球賽 又有很多規則上的不同 但是你要打國際賽 你就只能依據國際賽的規則 而不是打你們國內NBA或者是台灣SBL這樣的一個規則 所以你是要去依據 所以 ISF它創立的目的最主要是這個 它希望創建一個真正符合這個大眾然後的一個電子經濟的一個文化 然後重點是希望它可以成為一個超越語言跟文化隔閡的一個正式運動項目 那目前來看 ISF其實已經有25個會員國 那像台灣韓國英國比利時這些國家 在2008年的時候就已經是創始國之一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是因為 有玩家可能會問 因為一定有很多人已經知道了 ISF聽說是要去歐洲羅馬里亞嗎 非常遠的 這例如台灣是半個地球以外 那可能有人會問說 AVA有在那邊有代理商的經營商嗎 沒有 問題是在於 它並不是為了AVA或是什麼 就是它並不是為了某個遊戲單項目而創立 有可能 有可能它今天舉辦的一個國家它根本沒有任何遊戲的代理 但是因為它是 有這個會員國之一 它是有這個電子競技的這個聯盟 它可以去 它有這個權力 投票然後來舉辦 像今年就是這樣子 雖然歐洲羅馬里亞並沒有AVA的這個國家 在那邊有營運 但是因為 它是這個ISF的這個會員國之一 所以它邀請了世界各國的人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賽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ISF一定的玩家問說 那我講那麼多我到底要怎麼晉級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來打這個ISF比賽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首先 ISF在台灣的預選賽是透過ESR電競王來做一個徵選 那以目前的這個目前已經打到現在的賽事來看 我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ESR電競王到底怎麼樣運作 它分別會有這個精英聯賽以及自由聯賽 那如果你是有打過或者是有耳聞 有看過這個SMA超級聯賽的玩家 你就會知道說 它是不是跟S組 跟A組是很類似的沒有錯 他們其實是很類似的賽制 他們會區分出四組 上一季打完的前四強 作為這個精英聯賽 也就是以前的A組 那剩下的所有的隊員呢 所有的隊伍則是在這個自由聯賽 也就是以往的A組 在這邊做拼搏 然後最後有機會 那以往可能只有兩隊 有機會晉級到刺激的這個S組 但是他在這一季的時候 反而是 你是A組 就是你的自由聯賽的四隊 打上去之後 如果你真的這四組超強 黑馬 超黑馬 純黑馬 你就有機會四個都翻盤 四個都進下一季的精英聯賽 這是有辦法辦到 只要你夠強 你不用怕說 我有夠強 可是賽制不讓我出頭 不會 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看一下第二點 精英聯賽的部分 會在七八月先進行排位賽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排位賽的這個重要性 當然不言可遇 因為你有可能遇到自由聯賽 如果你打戰機很長 你可能遇到自由聯賽 超強的戰隊 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你在九月的時候 你會進到這個季後賽 那與這個四隊 晉級季後賽的 自由聯賽戰隊們呢 來進行八強的季後賽 那自由聯賽呢 也一樣 他在七月以及八月 但是要特別注意 他們是分別獨立的 來進行這兩次晉級賽 因為可能會有玩家有注意到 因為他不是七月就已經開始打了嗎 沒錯 那有玩家問說 那是不是我七月沒打到 我八月來打 我是不是來不及 是不是戰機有影響 沒有七月以及八月 他是分別獨立 進行兩次的晉級賽 那每月的戰機呢 他的晉級資格 也就是分別獨立開來 也就是說 你完全沒打到七月的比賽 沒關係 你夠強 或是你有興趣 你就來參加 來體驗 這個ESR電競王的賽事的樂趣 如果你真的很強 你要來挑戰精英聯賽 那八月份也是非常適合你表演的一個舞台 那一樣 每個月 戰機最佳的頭兩隊 也就是七月跟八月 各自有兩隊晉級季後賽 與精英聯賽 來進行八強季後賽 那你只要進入到 四強季後賽 你就直接代表 是直接代表 下一季的精英聯賽的戰隊 是 那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 除此之外 你進到這個四強之後呢 最終最終產生的冠軍 你除了既有的這個獎金 10萬塊 高下10萬元的獎金 然後其他前面所累積的這些獎金 然後包含點數啊等等 除了這些之外 你還會再額外獲得一個 2013年 IESF 國際電競大賽 台灣代表隊的優先參賽權 什麼叫優先參賽權呢 你如果打到冠軍 你當然是獲得優先參賽權嘛 可是 因為 9月28號總決賽 打完之後呢 你在 11月份 10月31號的時候 你就要出國了 所以在這之前 在季後賽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會跟你們講 欸 你是有要興趣 有要打ISF嗎 如果有 那你就要 提前先辦護照 因為你有 不然你有可能來不及 你9月28號打完 然後我辦護照 可是問題你還要 你的護照幫忙才會開始訂票 那你這樣有可能會 沒有 你已經沒有機票了 所以你可能要先 預先先訂好 那之後才開始這個 訂票買票 所以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 有可能他冠軍真的 他可能有人就是沒有辦好 這件事情沒有辦好 那你會很可惜喔 因為你的優先參賽權會變成 讓亞軍來地補 這個權利 對 因為你沒有在這個現實內 來辦好這個出國的準備 因為這些 其實出國比賽 並不是真的那麼簡單 哇 我很強喔 就可以出國比賽 沒有他還是有很多 這個賽事以外的一些 基本的動作是要做 因為畢竟你是要出國 而且你是要前往歐洲 羅馬尼亞 他其實 你要前往歐洲 其實也是有一些 比較嚴謹的一些手續 這玩家們到處也是 太別注意 好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的這個賽事狀況 今天的比賽 3點鐘是由 魔面加菲貓對上 妞妞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場比賽 那選手們也已經是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給來開始 那我這邊同時也先預告一下 我們大概4點鐘要來打什麼呢 是由這個 魔面加菲貓對上的是 HQ E-Sport Club HQ目前來講 都還是保持一個 全勝的戰績 那昨天也蠻高興的 就是有這個 邀請到他們HQ的特別的嘉賓 就是 D-Power 他們隊長D-Power 以及他們的隊經理可凡 來到我們現場 那也 這個順便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一些 本國際賽上的一些故事啊 然後或者是 在比賽中 那他們可能會 這樣像如果是他們打比賽的話 他們會有想要選擇 什麼樣的一個打法 稍微分享一下賽事的經驗 其實我整場下來 我只記得他一個關鍵就是 我不知道狀況的時候 就是腦狀 對 對 對 那雖然這個 昨天D-Power 第一場是有點 處於這個獅子狀態啊 但是我覺得 人人都有第一次 像我記得我第一次也是 是沒有到獅子那麼誇張 因為我稍微做準備 但是 還是會蠻常 就是吃螺絲的啦 還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還是獅子 對 但是他其實在 第二場播報就還蠻不錯 所以也許未來有機會 他也可以 就是來 偶爾客串一下 其實也是蠻好玩 因為我覺得 透過不同的頂尖選手 再來 這個 解析這些賽事上的賽況 我覺得會帶給每個人 有不一樣的一個 體驗 因為每個人對於賽事的理解程度 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這邊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 因為低POWER嘛 他可能想說 這狀況下我撞過去就贏了啊 可是為什麼他就撞不贏 為什麼他要繞來繞去的 對啊 不是就A過去了嗎 可是 這確實也是一種打法 因為每個人真的對地獄理解不同 他的槍法他覺得 他可以有自信 讓他撞過去 那這個確實也可以 提供給這個 唉唷 好 我們先回到這個戰況齁 這邊可以看到 等一下魔面加飛貓在二樓梯這邊 加上公寓啊 不換了齁 不少人 這邊直接拿下第一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其實 蒙面加飛貓有換上一名 之後補吧 對 就之前 身面孔 對 大家可以看到他第一選拿兩分啊 其實還不錯 OK 這邊 喔 威威 直接二樓梯飆上來 秒殺的意思 其實上一把也是這樣 我發現他們 有點太大膽了我覺得 嗯 可是防守方這邊有點 應該做好不可以啦 沒有意識啊 對啊 他完全沒有意識 都對方敢 對阿 都駕槍了 怎麼還會被RNK給點死 唉唷 反而是一樓梯這邊 唉唷 我剛剛發現 張飛夏拿的是烏茲莫的零欸 之前我們看過泰琴有拿過啊 對 看起來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用的槍枝喔 其實我記得那時候泰琴拿的是因為第一場要使用槍枝喔 欸他還刷 他刷屏欸 沒有因為他第一場看到 喔 第二場的時候 好吧哥也買一把來玩玩 結果他就刷屏了 真的是有點硬吧 我可以看到skyworm 一打三 但是由於對面 其實剩下兩名殘血 都有機會 直接一兩發就秒掉 喔 對那這邊可以看一下張飛怎麼打 因為其實剛剛 以前可以看到他有幾次不錯殘局表現 然後看看他這一次能不能 獨挑大梁 我這邊可以看到妞妞這邊 其實他們有點分散啊 反而是各打各的 那這樣子相對情報上或是 他們好像都在各點收人 對我覺得 沒有要顧包 顧包點的意思 我覺得他們這樣與其 可以兩個人一起賭個二點啊 然後一個放底線之類 之類的啦 因為反正你 這是一個拆解裝C4遊戲 我覺得三打一 我覺得應該可以是 兩個人顧蛋點 那一個當眼 偵查一下中路 無盡的 除非你是要守C4 不然一般都是 還是以炸彈點為主啊 因為你 畢竟你是要防守 對方來自放C4 那你如果 譬如說你在 你賭1點好了 對方放2 你三打一回防 你不 數的機率也是很低啊 對 我覺得這樣的選擇 會是比較好的啦 哇那這邊可以看到張 這Skyworm嘛 Check很仔細 不過時間剩下25秒 他應該是要 然後慢慢的Check完 然後再裝個包 不過這邊 妞妞還是很果斷的賭了一個1 二藏後手 那這邊 勢必 C4放下時間35秒 那地窖一隻摸上來 將G台兩隻 那這邊地窖等著G台上來做一個包夾 那邊 這邊好像 G台那邊 一開始做了一個假動作 不然就摔了下去 其實我會建議他手外這兩個 兩側的門 先秒近兩個人再走 對 這樣會比較有機會再去 欸他沒有看到人嗎 這樣有機會喔 哇那 這場贏了耶 這個我覺得 沒有他來不及拆了 那個3 5秒 一定來不及了 可是我覺得 剛才回防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有點 太大意了耶 是 因為他們剛剛是三個門 選擇 各走一個門的感覺 就是各打各的喔 那問題是你不就讓人家 各個擊破嗎 對阿 我覺得他們比較好選擇 應該是 一個人先在外面 比如說他先在最右側 先等 就是等兩個隊友 兩個隊友去撞一個門 撞進去之後 因為有打贏嘛 撞進去之後 有戰況他才進去幫忙 如果沒有就代表 他有可能要摸我這邊了 我就可以賭 他屁屁 像剛剛那種情況就是 三個一起進 那我只要打一邊出去 就好啦我單挑阿 單挑我勝率50 50 阿我贏了我就賺到了 所以剛剛那種情況就這樣 每一個都是50 50 那他就賺翻了 喔這邊二龍門外一個交戰 這邊感覺萌面加菲貓 位置都不錯阿 都可以直接搶到二樓梯上面 但是這一局 ING 做了一個陰險 這個camp 先讓這邊二長的 紅防這邊吸引 先讓他摸出來 對然後再打他一個蹭腦袋 可是我覺得是不是也 他們沒有丟這個 二長外的這個手 防rush的 好像沒有耶 可能 有有有 他們一開始有丟 但是可能是太 位置不好就對了 對位置沒有丟好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 有 四打 五 那進攻相對難打 尤其二樓梯這邊 delay了非常久阿 那就看看地窖這邊 我地窖一次塞三隻 衝上去其實 不是很好打阿 時間剩下一分鐘左右 哇這邊ING 有機會刷屏嗎 其實煞我把他近距離是 哇 哇一隻而已 可是他那個角度沒有掩體 其實真的也很難刷屏阿 可是他那個角度沒有掩體 其實真的也很難刷屏阿 對但是其實第一隻一發就爆頭 其實還是有機會 可以帶到第二次阿 對對對 比較可惜 喔這一波Rush 喔齁 這邊直接轉角撞到一堵牆 哇 那這樣沒有選擇回二嗎 這邊 時間剩下40秒阿 對啊 而且雪都不多 而且我覺得走公寓是 還是很容易被偵巢到的一個地方 而且這樣其實公寓他們也不確定 整個要check完的話 對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5號 你看到紅色5號X3 你看他就直接看 因為你要轉你一定只能走公寓阿 你要走 繞到一樓梯你一定要大砲 一定會有腳步聲 對我一定聽得到 那我就先看這 你進走我一定看得到你 然後現在確定了 我開始爆隊友回來 現在你看小技術看到 所有隊友都拉回來 你們死掉沒關係 但是情報都已經出去了 喔喔 GAMBOY 還要換了一把新槍 對 是不是聽說快下架阿 對快下架阿 對 這是他 那個第一次使用 就是什麼URO 限期販賣 是 可是我覺得該買的都買了 對阿 那我也趕快上線買了一把 雖然都還沒用過 但是先買先買先說 好像搶限量版的感覺 哈哈 OK 這邊可以看到 這一局 魔面夾飛貓 還是一樣打二場 但是這邊 賬費非常果斷 喔 撞了效應管 直接摸對角度過來 喔 哎呀 可是我覺得效應管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打野防有用 大家不知道在哪 可是你打這種 比賽TP 你一打死了他就馬上包圍說 你人在哪了 對 所以他效果不會這麼 這麼強大啦 這邊野防比起來 哇 這一個 有點強壞的一位 這裡有順利 他沒有 GAMBOY是藍紅防 欸 我的A迷是換了這個 薩烏巴欸 而且他以往都是拿這個 欸 不 其實12 噢 不過魔面夾飛貓這裡 其實氣勢也不錯欸 拿兩分 反正那女優也不錯 防守方這邊算有一來一往 氣勢上沒有輸人 喔 這邊 紅色4號 1樓梯一開始 就丟了一個雷 但是其實沒有炸到任何人 這一局魔面夾飛貓改變策略 他們反而是把重型放回了E 那這邊又到一隻紅防的 哇這邊可以看到張飛 喔 他已經摸到二艙裡面了 那也是相當的仔細啊 但是不過這邊 這場剛好賭錯了 因為對方重型放在E炸點 不過Skyworm這邊 他有意識說有沒有可能有 他不確定啦 但是 保險起見還是要 喔 哎呦 這隻狀況目前是來到了E炸點 喔 直接去到一隻 哇嗚 國威這個刷屏 配合著隊友 目前形成了二打一 而且知道張飛有人 因為張飛那邊 剛才也是把Skyworm給抓掉了 喔 張飛這一個 形成了一個真空狀態 對 不過這邊C4是在家裡 那要看我們的威威怎麼打 怎麼做選擇了 對 因為他現在其實雖然知道對方在那邊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很 而且現在這個血量其實威威並不佔優 他如果先被污汁打到的話 一來已經先存血 二來準心跳開 他不一定可以打掉這個 張飛的這個 最後的一滴血啊 是 而且現在張飛的狀態 現在張.. 張飛有點忙欸 對 而且說不定打到的人還跟對方說謝謝管貸 哈哈哈哈 哇 這邊威威 很仔細的check點 不錯 這有點像是就是我們講 所謂選手的基本功 可以看到往往很多 就是一些 可能打rank啊 打天梯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一般玩家會犯的錯誤 就是他們覺得 這邊可能是沒人 就check一個轉角 但另一個轉角沒有check 就剛好這邊好死不死 他想說 好累 其實其實收手是蠻累的啊 他可能覺得 這個點不要看應該還好吧 結果一過去就倒了 誒誒誒 就像這個狀況 這個真的是太迷啊 他其實不知道C4在拿 他說 怎麼那麼久還沒放C4 到底在幹嘛 其實他回去撿C4 因為剛剛其實要 玩家要注意一點 你如果不拿C4其實會有一個缺點 防守方遠遠就看到有個箭頭 在那邊指著C4 因為你沒拿 他一開始就會一直有個箭頭 防守方也看得到 是 防守方遠遠是上場最後一回合 目前下方是3比2 微服的領先 張飛真摸得很大膽欸 每一次 這邊張飛已經放膽的去摸了 想要最大化物資的效果 喔 誒 這邊怎麼會開槍呢 不過對方好像沒發現欸 剛剛TLT的 喔 這5-8的回馬槍漂亮 戰死 戰局現在 3打2 而且位置其實不利啊 原期完全沒有佔到炸彈點 不過這邊紅色4號5號 似乎是慢慢推進 想要把公寓這邊搶下來 喔 看到槍管 哇 這邊都先看到對方位置了 我覺得剛剛那個選擇是有點 大膽 是 對啊 因為剛剛那種情況 你說包嗎 可是 隊友也不是處於一個包夾的狀態啊 對 有點是單打獨鬥 可是 你固然殺了人是賺 可是當你沒有殺人 你就被 對方給把這個人數給扳平 那這樣確認就是 你防守方 2打2 還是比較戰劣勢的啦 是 喔 這邊 有機會喔 喔 串燒 你瞄很久啊 他洗泡泡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瞄久一點 我覺得可以瞄久一點 穩一點穩一點 那個擺明的不會轉頭 他那個轉頭真的看好幾 他可能好像丟一下 嗯 後面涼涼的轉頭 可是有時候真的會有欸 就是 選手們有時候真的會有所謂的第六感 驚艷 其實是驚艷所導致的 你會覺得 好像後面有人 感覺這個時候 對覺得這個台名 好像後面可能會有人喔 其實是一個機率性 那他們已經把它化成一種 第六感 他們就會真的真的會轉頭 那遇到這種很頂尖的 確實有可能會轉頭 不過剛剛那種我覺得 多秒個半秒 我覺得可以接受 畢竟還是以穩穩的殺兩個 比較重要 喔 這邊 在公園門口 一開始就掉了一次 那因為這邊 攻守交換 是由妞妞擔任進攻方 蒙面 擔任防守方 這邊二樓梯抹上來 喔 剛好配合煙 但是這邊剛好 在煙幕還沒有全散的時候 被我們的威威看到 我們已經過了一次 對其實情報已經是給出去的 那看看接下來防守方這邊怎麼應對呢 他其實還蠻趕的 因為這把槍 據說他的這個致死率啊 並不是頂高的啊 那這樣可能會有問題 你進距離打一槍沒死 那就換你落賽了 那就換你落賽了 這一個 可是這個 剛剛防守方選的是有點奇怪 我們先回到戰況 目前是進攻方 一個二打一 有個人數上的優勢 張飛這裡順利的收耶 張飛打得非常勇猛啊 果然是張飛 果然是戰無不勝張飛是吧 剛才這個 我先講一下 剛剛那個情況防守方 確實有點奇怪 因為他已經知道說 後面已經來包夾了 前方也有來人 理論上他應該用隊友 要直接看是要 往前打 還是往回打 跳一個位置打 對 那你說你要 跳出去然後往前打 那不是擺明 能讓屁股給後面的人打嗎 好 張飛這邊好幾隻 都是那個 舉的第一個Frage 手下 哇但是這邊 反而是被 這邊蒙面加飛貓 在二樓地 扳回了兩隻 對 這樣有點小虧啊 而且還可以接受 因為 目前該站到的地盤 也有站到 一些 至少都已經先插到這個 交戰點位 啊 的前一 這個前一順土地啊 那目前 這個一旦 這個一旦點 樓梯這邊以及二 這裡都各自有一些騷擾 那防守方這邊也知道 所以他目前是知道 兩邊都各有人 那目前一個四打三 看他防守方有沒有 因此派人啊 去卡一下這個地盤啊 但是目前看小笛 看起來是沒有 那這樣的話 是選擇了一個後手 那看看進攻方 進攻方這時候就很難有情報的啦 就只能 由指揮官去 依照他的經驗去 去預測說 敵人可能的防守站位 那再來 選擇怎麼樣的一個打法 後手最怕的就是 因為對方前手我還可以 先在強地盤的途中 我就先殺人 好當然有可能被殺啦 但是你遇到後側最麻煩這樣 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人 那你就只能 相對你揮棒就會比較慢 沒有 有時候進攻方他變成 只能賭一波 對 那你可能就是 你有可能被刷屏 但是你如果 槍法夠猛 你有可能是刷屏別人 然後現在 現在這樣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一點前手 所以變成說 進攻方可以在 這個強地盤的途中 我就先殺人 這樣對進攻方是最開心的 你看我 我都還沒開始攻炸一點 我就先搶一個 然後現在馬上還不到 現在只剩下30秒囉 馬上就要來搶這個一旦點 這一個補槍 相當的漂亮 這一個frag很重要 沒有拿下來 哇 Amy這一個 一個人把一炸點給 扛下來 對 剛才張飛那個frag相當重要 他 他要能夠拿下來 如果沒有拿下來 就會相當的辛苦 這邊可以看到 有點算是物資的缺點 正面交戰 反而是會輸補槍 對 這個沒辦法 對對對 這邊 蒙面加黑貓 選擇一個比較後手的站位 但是在二狗門這邊 看一下我們Amy 能不能再度刷屏呢 喔 哇 反而是先被噴到頭 不會利用自己的霸氣 把對方給嚇推一下 感覺張飛今天比賽打起來 是蠻 蠻靈活的 跟之前的相比 蠻愜意的啊 對 不過這邊反而是有點 耗太多血啦 在二樓梯這邊沒有帶走任何人 而且耗費了一些煙霧 不過這邊看 感覺應該是要做一個 一旦連包夾啊 就是過二狗門這邊的 不過這邊在沒有抓到任何 防守方的狀況下 其實這樣一個包夾也較危險 我們跟阿虹 呦 現在先來打這個底線 現在是 有點被逼退了 就跟阿虹防那個位置 其實有點危險 會被手雷炸 這個位置其實是會被手雷炸的 這個要強推嗎 喔這樣子看 我有這個配合 應該可以死守紅防一陣 其實進攻方完全可以 選擇不要殺他們 欸欸欸 這兩個有點 那個半秒有點 陷入了一個曖昧的狀況 兩個人都不殺對方 他說我捨不得殺你啊 我覺得兩個人是 就是我跟他講的 其實那個位置是很容易被炸的 一顆雷就掰掰了 對 哇這邊包放下2之後 威威勢必就比較難打啊 因為其實在二彈點這邊 其實你可以跟對方 耗很久 只是要看你會不會耗啦 你可以玩你追我捧 對 這一個我覺得威威走 會上去有點失誤耶 他不應該走 不應該單純的跑進去 他應該到門口就要跳的 然後落地的瞬間看窗口有沒有人 是 減少你被看到然後再被白打 因為那是白打你根本不能還擊 你總不能用腳踢鞋子過去吧 對啊 自己為柯南啊 踢個足球 這一局可以看到 我們張飛這邊反而是 比較保守一點 對這一局打得稍微保守一點 我覺得因為他 也有跟他上一局的關係吧 得到了一些情報啊 發現 這個 某名家媽媽在這張地圖啊 還是比較喜歡在這個前期先探點 但是他們這一局是沒有探點 他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當然也要看他們有沒有意識到啦 某名家媽媽在前幾回合 他的展現都是 開場先有人位置好就去偷一下 偷個血也好 沒有了他就退回來 然後全部轉打後手 那像這一局就是這樣 開場位置沒有很好 雖然沒有去偷人嘛 那後面的人 就是全部都轉這個 後手的一個陣型 那目前可以看到 1跟2其實都沒有去佔據到這個 中間 中立區域的這種 地盤啦 而且他們已經 確認了這個地道這裡 門口安全的 這個 這一個走位有點危險 欸這個 Skyron 我覺得那個站位有點 嘖 喔 剛剛Skyron 那個站位有點奇怪 就是怎麼會站一個 什麼都看不到的地方 站位這個拖 有機會 會喔 跟那個 Gameboy的配合 對 相當漂亮 現在 現在所有人都聚集到公寓這邊 對已經形成了一個4打2喔 喔 但是Oberine這裡先率先 宰了一個 宰了一個 宰到人之後其實位置 報的情況下其實是可以 這個 喔 那樣子 他是不是有發現打掉C4呢 喔 哇 這有點可惜啊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扣尾尾上來欸 對啊 找救兵 對 總比這個被對方單挑的好啊 這打一種是 是可以預開嗎 欸有喔 是可以預開 相當漂亮 欸這個 千萬不要U啊 U到了 是不會扣血的啊 呵呵呵 因為這個U等於是拿命去換的 哇 喔 果然是被 一個牽後 吸引 然後他也不知道看哪邊 看那另一邊的時候 反而可以 左邊的打 對 欸我覺得反而NioNio 這一次指揮官 有 有抓到這個 對方的防守的味道了 你可以看到NioNio這邊 進步幅度非常大 對 跟 之前 沒錯 其實已經很大幅的進步 沒錯 哇這邊 NioNio是帥先 D盤這邊 反而是不好打 開場掉了一隻 而且 其實D盤也沒有得到太多 不過GameBoy這邊 如果能偷掉一個人 感覺一旦點就好打多了 這個角會被看到吧 我這邊一樓梯直接把紅房二樓給點掉了嗎 對 這一個推有點歉意啊 輕輕鬆鬆的感覺 哇這時候有路啊 但是他上面應該有人知道 二樓剛好跳下來了 其實下面有人 對對對 欸欸欸 這個失誤有點 有點大啊兄弟 欸 哇喔 那這樣有機會囉 妞妞 哇但是被對方一個 一換二啊 這一個 哇 可惜啦 SKYRUN說雖然 割了身法不行 槍法還可以 還可以 哇那這樣子 有點兒辛苦啦 搶下了一分 但是還是要注意 對方已經 是聽牌啦 對於 蒙面加菲媽來說 每一局都是決勝局 對 一分都不可掉 這個XING我覺得也是妞妞 補強 一個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可以看到 XING來到這樣 妞妞的這個陣容之後 整體的實力是 有所提升的 是 對 可以看到他是 對於一些 單兵來講是 比較敢打 而且效果上來講 不差 雖然表現來講 還是 不是非常穩定啦 但是我覺得整體 對於隊伍的提升 還是 有所幫助的 這有時候就是一種 化學的效應 有時候 你可能補強的這個選手 並不是 特別的出色 但是他可能 對於隊伍的這個 需要的元素來講 是比較好的 喔 這一個 地教 秒料人之後 已經 是 形成了一個 五打三喔 這樣我們將來有可能 要把比賽拖到 這個6比6 那拖到6比6我覺得就是 牛牛壓力 自己的壓力要大了 對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 抓不到防守方的漏洞 對 而且他在進攻方 這畢竟還是一張 手優的一個地 防守優勢 哇 果不其然 這裡 只損了一名 威威 這邊有惡狗門 推得非常快 但是 沒有彈到任何的情報 喔 直接果狀過惡艙 有惡狗門 這邊 本來是被轟房 打了一點血 哇 那我覺得 各抓一隻啊 對 喔 五打一個 哇 這邊skyworm 這個回方真的 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他是不是沒有零酒鞋啊 以這個跑出來看 應該是沒有零酒鞋 哇 那我覺得 第一發就讓他生一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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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沒有零酒鞋的選手們啊 就是要多練習那個 跑 他的這個 跑位啊 是 這不是生法 就是跑位 你要知道 因為你不能進走 因為你零八進走真的太慢了 除非是那種 短距離的可以 像剛剛那種長距離 你根本進走 等你到的時間 C4都爆了 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啊 那 那 零零這邊 雖然後面是非常非常驚險啊 但還是依靠了這個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蒙面加密貌自己的問題啊 後面的這個調整幅度啊 有點薄弱 所以最後還是讓這個 妞妞啊 來找到了一個機會啊 一刀捅路 以一個 無損的局面啊 一人未損的情況 拿下了 最終的決勝局啊 第十三局啊 以7比6 拿下了三戰兩勝之中的 第一 第一張地圖 對 那這邊我 這邊 蒙面加密貌是 有一名選手在上廁所啊 那我們請我們 賽評問你的 你講解一下 你覺得 這一場 妞妞 他跟以前的妞妞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他為什麼可以已經 慢慢漸漸 整個搶起來 甚至現在可以看到 第一張圖 贏了蒙面加密貌 我覺得 算打得有點驚險啊 我覺得以 這一張地圖來看啊 我們這一場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 張飛這名選手 就是一個蠻關鍵的角色 像以外 我們比如說看 AHQ 看Mersonary 他們有這個D power 跟小溪 所以他們打的就是 比較 比較有這個 主控 主導權 因為你通常 你派到一個 還不錯的偵察兵 選手的時候 然後也有說 展獲 這展獲並不一定是指殺人 你可以是搶地盤 你可以是一個 收獲豐收的一個 騷擾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 扣血吧 對方做一個壓迫 都可以 你當你擁有這樣的一個 角色的時候 你的隊伍就可以打的是 比較有主導權一點 因為對方不會打的 太過侵略 因為對方侵略我們也侵略 這樣至少 他等於是一隻眼睛 可以去偵察這樣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 Gameboy今天的狀況 其實是有回生的 以往 應該是說 昨天啊 或者是上週 你會看到Gameboy常常是 該殺死的 殺不死 但至少他今天是 該殺死的 他沒有放掉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陷入了 因為比賽選手 我覺得他們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會 在一些 不特定的情形下 陷入低潮 那像Gameboy 他們就 Gameboy他之前就陷入低潮 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換槍 是 PGM啊 換到TPG1 現在在換到這一把 看起來是 比較順手一點 但是我覺得最終 還是有可能在換 槍啊 有可能在最後再換回PGM 因為這個 手感啊 有時候還是會有所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威威他就是很著名的一個例子 以往是一個 跟這個午後時光啊 形成的一個 天下 惡人的一個狙擊啊 在爭低 但是 這一季啊 來打完這個 7月份之後 反而 反而這個 威威 是已經幾乎都不拿狙了 但我們可以現在看到 他現在是拿起來狙擊 我覺得也許也是受到 Gameboy的一個 刺激啊 就是 沒有狙擊的話 確實在打起來 你有些在 這個對戰上面 還是處於一個比較 烈士的 好 我們現在 回到戰況 目前是 重錘牆擊 由妞妞擔任進攻方 藍波動家 不要來作為防守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防守方這裡 其實採取的戰術很特別啊 雙扇門一隻 然後二艙一個 一彈點只有一隻啊 威威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選手 喔 沒有 第三隻嗎 對 而且他 拿著TPG1啊 我覺得這個 time很難 就是他的節奏 要掌握得非常好 而且 他的容錯率很低 TPG1的容錯率很低很低 防守 慢慢包外不過 反而是被我們的 NUNG 刷掉的意思 對 那目前一個 打到這個局面 張飛這裡選 這裡相當漂亮 這一個點我覺得卡得很棒 欸欸欸 這一個 剛講完你轉頭啦 哥兒 我覺得剛才那個選擇有點 有點奇怪啊 他既然想要走那 他就不應該沾前顧後 是 專先看 要不然你若趴後面來 你打出去嘛 不應該卡在那 然後又想 你卡到前面又想看後面 那 對啊 就會形成剛剛那種情況啊 有點是把自己給賣掉了 他剛剛也有可能他的這個 判斷是嚴重失誤 他可能以為這個 前面有兩名選手啊 他以為前面有兩名選手 他以為前面有兩名選手 就在往後看了 是 喔 這一場雙扇門感覺要前壓了 剛才進攻方向在雙扇門這裡 其實用手榴彈 就已經先獲得了一個 手殺 對剛才的那個戰局 也是相當重要的 哇 交戰了 這邊直接果斷拉著雷 往後退 彈尺 這邊也攤到了情報 不過這邊 衣 艙外 這隻 躲角落這邊 其實有點危險耶 因為他沒有隊友的支援 其實不是大好是大壞 你能刷屏就刷屏 不然就直接瞄倒了 有可能是送的對不對 對 這樣反而就留一個 OVERRAN這裡有機會 武藍 哇 這裡我以為他只能先抓一個 抓兩個 有機會抓第三個嗎 有機會我覺得他應該會拚啊 因為這個 哇 但是這一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他這邊比較可惜 因為如果他先下去下一階的那個 地板的話 喔 沒有 我覺得他剛剛走到那邊是對的 可是應該不要 打DX啦 因為他剛好跳下去的時候 所以已經飄掉了 我覺得他不要 我覺得他下去的瞬間不要探出去 對對對 先穩住啊 因為前面那個鐵網啊 兩層是穿不過去的 可是一層可以 所以他其實可以用那個一層一直射他 因為對方是薩五八嘛 他被你打的時候他水性還是會偏 那樣的距離他其實也不好 去這個 穿你 對 而且其實RN可以灌一層 灌到頭的話 其實還是很痛 還是蠻痛 而且 因為你夠穩啊 所以你就按著在那邊一直掃 一直灌到頭 對啊 也是很有機會把對方秒掉的 我覺得跟他那個有 我覺得那個是對地圖不熟悉 對 如果你對地圖熟悉 你的選擇就不會是跟他那樣 就是選擇出去拼槍啊 喔喔 GAMEBOY 差一點 對 目前是個三打四啦 其實防守方不知道這個 妞妞這裡血量到底是多少啊 所以還是 形成了一個比較保守的那個 防守陣型啊 其實HALO知道他們血量 早就四打三直接都各種包夾了 對 跟你就是換血就對了 目前時間剩18秒 好 總路這裡抓到一個胎咪嗎 GAMEBOY 有機會他聽到腳步伸了 聽到腳步伸了 欸 這一個抓掉之後有機會了 喔這裡好大 喔 因為他這個可以跑居 可是還有一隻隊友 為什麼有沒有幫他補掉 維維剛剛 對啊 他是直接大膽的走到他面前 就是維維竟然沒有幫他補掉 這邊有點怪異耶 不是我要講 還是他是故意送的 有可能啊 因為剛剛那個時間點 他可以不要平槍啊 可是他還是可以抓一隻 沒有他隊友 還有一隻隊友在2點 喔 對啊 一般理論上 你還是要幫隊友補 你不補下一秒 可能就換你倒了 他剛剛應該是專心看另外一側吧 就是右側那邊啊 他右側是門口啊 也不可能有人打他 對啊 他就是補後面不會來 因為他要放自己夠啦 有可能啊 因為他那個角度啦 有機會 他等於就是 因為他過來一定衝刺很大聲啊 對啊 雖然他可以跑去 可是衝刺很大聲 他還是可以轉頭打 所以他專心先看一邊 因為他是靠近門這一側的 喔OK 對啊 所以他只要看右邊啊 可是他是 一個敵人直接在前面 打了 對啊 我這邊可以看到GameBoy 越來越大膽 直接帶著去 有機會喔 打偷 欸不用打頭 打你屁股也死 喔 這一個 想說來穿一下 我剛才以為他穿到了 沒有 這一個也是一個很 刁鑽的一個位置 對 要站到現在這個位置 比較好看 這個煙 瘋得很漂亮啊 那現在看看這一波 欸進去有沒有機會 一瞬間二炸點只剩一隻啊 我覺得剛才的那個小組配的封印還蠻漂亮的 有點像是combo技 對 這邊反而是被skyroom打了一個 1打2啊 打了相當漂亮 甚至有可能挑戰我們的GameBoy 1打3 對 好那現在 要來選擇 這個其實 欸欸欸 這邊跳腳步聲了 喔喔 差一點被轉頭了 對 這個是聽到腳步聲的 那他跳上去會有一個 咚 的一聲 尤其又這麼近 鐵啊 對 他想說 在我頭上殘了 馬上立馬轉頭 好那剛才我覺得 剛才牛牛那個小組配的相當漂亮 這個值得 這個 給個讚 這邊的這個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戰術的啦 煙蜂全部都是 封他們該封的位置之後 再一波A進去 那也透過手勒 去探聲音 那就知道近點有沒有人 那打過去 就相對的輕鬆了 可以看出來其實 牛牛已經慢慢在補強 他們進攻的這個弱項了 我再慢慢加強這一點 呃 這一個防守 這邊直接被火力集中啊 對 帶走 剛才那個防守我覺得是 有點兒拉插了 那這樣有點陷 惡點 一個 處於一個非常被動的一個局面 喔呦 這一個各種掃啊 現在防守幫 所有人員都來到二大 這個 哇 相當漂亮啊 第二隻 順勢就撿走了 不過這確實也是 欸 他沒有看到人 沒有看到外面有一隻 這其實也是RMK的一個優勢啊 雖然他的攻擊力是比較薄弱的 但是他在這種 就是 撒子彈這方面 這把槍是很適合的 我撒得很準啊 雖然不痛但是我一直撒嘛 你出來撞 沒死你也剩半條命了 那現在剛剛的情況就是 OVERRAM也這個 有點 一點異曲成分啊 剛好就掃到後面那個頭啊 馬上就賺兩隻 喔 那現在要勝仗費 這個位置我覺得沒什麼機會啊 啊 這個真的 難救很難救 對啊 我覺得剛才那個進攻有點可惜啊 取得了手殺搶著了二艙 那後續卻 有點後繼無力啊 攻不下來 這個 我覺得這還是 在這張地圖的老問題啊 很喜歡開場搶二 一橋 我覺得這個選擇是 完全 不明智 以這張地圖來說 我可以直接說這個選擇是很不明智的 我覺得他偶爾為之可以 是 頂尖跟頂尖隊伍的時候 方中方可能會下一次覺得 你不會Rush 我省一下 省一顆手雷 我一許就不會丟你 剛好讓你抓到台銘 可是我覺得 不 就是 一般的對上場 這個隊伍不會想得這麼深 該丟來最多 喔 GAMEBOY 這個關鍵啊 又來了 又是來抓底線這一隻 嗚 這一個打非常漂亮 對 相當的大膽 其實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 剛剛蹲在 就是一場外圍的Skyway 對 他第一波沒有擋 擋掉直接順倒 這樣反而是你 一場內就只有一個人 沒錯 你是被 大家各種玩啊 四個人打進來 隨便殺子彈你都一定會撞 就像我剛剛講的 防守方他居然沒有去丟這個 防Rush了 我覺得是他 最大的一個 問題啊 對 你看你不丟我就推啊 你不丟我就推 我又不虧 對吧 那我一來到E門口 那你麻煩了 因為我來到這邊你看 我才花了15秒鐘啊 那我才花了15秒鐘的情況 你看 但是他現在剛好賺到一隻 那個E橋走比較慢的 被炸死了 現在知道一蛋點有一隻之後 來 選擇要來跟 隊友集結嗎 目前是沒有 先卡點 那另外三隻 這隻 則是來 這個 撞撞看 二蛋點 看看這裡有沒有機會 偷幾個這個人頭啊 收一點人數 這裡有Brain 非常快速 又秒了一個啊 這個也有點大膽耶 不怕對方是 這個 GameBoy 因為他這邊其實一倒還蠻 蠻危險的 但是還好 因為他們現在的戰術 我覺得他可以一拼 因為 掉了 還有兩個在手 還可以接受 哇 那剛剛張飛 非常勇猛的啊 在這個 意外到啊 這個硬是摸了一隻啊 那 稍微把人數 翻回來一點點 目前是一個三打四 那 我覺得他們 似乎是可以選擇 我覺得現在打一或二都可以了 因為剛才意外為 偷一隻 對方勢必有一隻要來補 外盪 不可能放嘛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邊打一機比較 因為可以看到前幾場 他們只有打一 對 很輕鬆的取消 對 而且人都沒有損失太多 對 他們打一的這個勝率啊 成功率 把握度 都是比較高的 這邊感覺 還是想要靠 Gameboy 先偷個一隻 先搬回人數 沒有喔 這裡應該是要轉一了 沒有喔 喔 這邊 外圍 ing 直接這樣摸過來 那Skyworm 看到了槍管 直接果斷閃生 把它點掉了 哇 這樣反而是造成我們 牛牛非常難打 對 二打一 撞進來的話 也不是撞到一堵槍 對 這只能撞到一堵槍了 比數來到 4比2 攻守交換 剛剛那個真的可以選擇打一 一齁 其實外道就擺 Gameboy 壓過去 跟隊友配合 阿森們放一隻 因為可以看到 Gameboy 今天其實實響率很低 而且幾乎 對於新槍 就掌握很高 對 好那目前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魔命家妙4比2阿 小福的一個 領先 來 達成了一個攻守交換 那目前是由 魔命家妙擔任 輕攻方 防守這邊呢 這次由妞妞來 擔任 這個喵條ID 有打到耶 有打到 但是 剛好剩一滴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他這個 致死率阿 還是沒有PGM這麼的高 這其實不低喔 致死率並不低 只是沒那麼高 所以是有機會一槍不死 這邊要跟威威對居了嗎 這邊先看到腳 唉唷 威威剛好是 看到他先手 對 他應該先看到他的右手臂了 嗚嗚 這一個 衝破一彈點之後 形成了一個三打二 但是有點高雄狀況 不知道要手哪 對 有點像無頭蒼蠅 等 還好沒關係 防守方向剛剛那邊 嗚嗚 這一穿 漂亮 穿死了 剛剛沒有到 對 這邊有沒有ID嗎 似乎沒有 他看到張飛 這一局還是有機會了 對 這邊看到腳了嗎 有看到腳了 這邊先秒一個 有機會 哇 反而是被Skyward 對 我覺得他打第二隻 不應該是閃身耶 是 這樣跳的 因為那個閃身會 腳會先露出去 那對方就可以直接往你 要出來的地方直接愉快 是虧的 這邊 這一個選擇 其實這個手鐲丟出來一點就倒了耶 對 應該不會倒啦 但是會扣蠻多血的 有點 有點送 送來對方一些血量 不過 這邊很大的啊 直接壓一下紅櫃這邊 不過那隊友幫忙 他這邊壓那麼前面 好嗎 哇 不過這邊鎖性 一彈點 的人趕緊出來 幫他把橋下給補掉了 喔 喔 王子所放 妞妞這一回合非常有機會喔 情勢大好的一個四打二 已經知道了滿多的情報 但是這裡 五號選手沒有開槍 欸這裡 非常掉轉的一位椅子 對 喔 喔 喔 哇 這邊果斷轉一點 到這邊 妞妞意識到 趕緊拉回來 到家裡 不過也不太敢過去啊 因為對方還有一名拘捕手 我以為這一個很關鍵喔 沒有 哇 反而是被XNG給電掉了 對 哇 一打四 我們看看Amy選手 這一個 要盡手嗎 腳露出去啦 這一個硬打 不是這個走位 我覺得有點恐怖耶 對 因為那個 防守方家裡的人 是可以看到他 屁屁的 好 現在 比分五比三 那這邊 哇 魔女嘉賓要還是不敢 出Rush 因為這邊可以看到很明顯 就是 有沒有丟擋推雷的重要性 對 對那像剛剛其實他們 上半場的時候 一橋都沒丟 是的 就很好搶 那這邊可以看到很明顯 二場你有丟 其實位置再好他也是不敢進去 會怕 那種心理上的那種 欸 那這邊 這一個 應該是有人斷線了 這應該是有人 喊那個 應該有人在那個 因為裁判在他們的語音頻道 所以我跟裁判喊了一下 就是有人斷線 所以這一回合 這一回合 就會重來 所以目前是一個五比三 目前 三戰兩勝之中的 第二張圖 第一張圖是誰贏呢 沒錯 不過是 妞妞 非常 少見的由妞妞拔得頭籌 搶下敵 因為 因為妞妞其實以往的戰績紀錄是 很少在第一張圖 拿下 拿下的 幾乎都在第二張圖 對 但是第三張圖也非常危險 是 對 通常都形成了一個1 1比1之後後面就 很可惜 可以看到第一張圖其實妞妞贏得也是有點驚險 前面 大比分 對 但後面反而是被 蒙面加飛貓這樣 追了上來 所以打到這個 7比6 對 那我們請我們的WIND 講解一下這張地圖 剛剛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剛才這個 我覺得 像以防守方 這個蒙面加飛貓的 摸面加飛貓在防守的時候 我覺得 有好幾次都是抓到了一個對方的一些 又是 又是 又是摸面加飛貓的失誤 沒有擋推 一橋的Rush 對 沒有擋 沒有擋Rush的這個手榴彈 再來 他也沒有這個 一彈點這裡很常被抓到 你只有一隻 然後二艘防守也常常爆掉 我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雙扇門這裡也是 有點被對方各種騷擾 有點快扛不住的這種意味 那導致說 妞妞 這裡在進攻方就有搶效 搶到了一些分數 因為其實妞妞以往在進攻方來講是 其實他們有時候是 真的是連一兩分都很難搶下來的 對 那這樣子攻守互換之後 反而是讓妞妞 回到他們熟悉的這樣的一個防守方 其實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你很明顯一開始 你花很短的時間內 就把大部分的地盤都搶下來 其實又是很大 因為你不知道要騷擾什麼其實 對你要轉點啊 要幹嘛都很順利 對 時間就很充裕了 對 那這邊 比賽 依舊是我們的 重錘強級 重錘強級 比分是5比3 對 對 對 小幅度的領先 因為剛才 妞妞這裡也是 再拉了一分回來 那這樣子 就要看 蒙面嘉飛貓對於進攻方這裡的把握度高不高了 因為妞妞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張地圖的防守方的把握度 其實還是不算低的 還是不錯 那而且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gameboy的狀況發揮其實是不錯的 我覺得今天他跟張飛是一個亮點 反而是像剛剛前面有提到X3G 雖然對於整體效應是不錯的 但是 今天的表現還是比較處於低迷的 那另外兩名選手 IMG 以及NUNG 其實表現得也不差 也不錯 對 那 蒙面嘉飛貓這邊呢 則是威威今天狀況稍微有回溫 因為他也 滿久沒拿狙擊的 在比賽上 滿久沒拿狙擊的 整體表現來說 稍微有回溫 但是還沒有到以往的巔峰期 距離他的巔峰期應該還有個340%吧 對 那其他的選手 像QKing這裡今天狀況表現也是還好 但是Amy今天的表現 跟OVERINE 我覺得他們兩個今天表現也是相當亮眼 這邊NUNG 在E炸點選擇一個前架 這邊比較特殊 他們現在樓梯跟橋上的位置 對 那這裡 哇 這裡是 探到了一名這個 這個位置要比較特別 對 這位置很少人用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位置 就是擋 擋推的話 對 擋推來看 唉呦 這一個有機會先偷一些血量喔 但是很快就要有一波強烈的交戰 喔 大 這裡一個有對方掉下來啦 哇 這一個 這一個 虧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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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飛又形成了一個猛烈狀態啊 當他一滴血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被動靈氣加成 攻擊加成 200%但沒有用 因為他打不到人 哈哈哈哈 我記得很多那個遊戲啊 像張飛這種人物有沒有 反而寫少的時候更威 對 就加倍 對 但是你得先打到人 呵呵呵呵 張飛有沒有覺得他常常都是 蠻lucky的欸 就處於這種牙籤狀態 拿著這個牙籤到處戳人 因為他是張飛 可能他血量就比人家多了 其實就是後一滴喔 對 後那一滴 夠了 夠用了 好 那開場喔 蒙面加飛貓 這裡已經 聽牌了 對 來到6比3 而且如果這回合拿下來的話 就可以形成一個大比分 1比1 那就是3點鐘這裡要加班啦 沒錯 那 這裡如果打到第三張圖的話 那我覺得反而是 妞妞這裡壓力大 他們是率先聽牌的嘛 在大比分上 反而被對方追上來了 這個事實上是勢必有所影響 喔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很好刷屏的 這裡 對方 選擇也有點奇怪啊 這個進來有點 沒有丟探點雷啦 也沒有這個 這個 顧左 看右 然後 就這樣腦撞的進來 走右側 果然放了一個屁股 給這個 NNG 打了一個輕輕鬆鬆 近半點順便抓一個 雖然這裡倒了沒關係 隊友 NNG這裡還是蠻有機會 一打二 畢竟他已經來到了 很快的這個位置 這裡幾個穿點之後 這裡有看到人嗎 沒有 這裡人是在外側 來到了一橋啊 這一個蠻陰險的位置 但是 NNG 看起來是要選擇 來走 這裡有看到腳喔 哇 這個位置真的蠻不錯的 我覺得他是被看到了欸 對他反而是很怕一橋上面還有一隻 對啊 欸他這邊這樣檢查都沒時間了吧 時間來得及喔 哇 我覺得就算你 你就算百分之一百確定一橋有人 你也不能這樣走位 是 你一定沒搞頭 我覺得你寧願就是 你覺得一橋有人 你打他一下 他不跟你打 你就硬進去 淡點跟對方拼 因為畢竟如果他沒有幹掉你 直接進去 其實他來不及 對 你反而有機會來個一打一 然後 然後去拆C4 那對方只能出來跟你硬打 那你這樣才有機會 哇 那 一個2比0 一個也就是 因為剛剛是5比3嘛 所以目前是一個7比3 那來拿下第二張圖 好 我們現在選手們也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盡快來 進行第三張地圖 目前是個大比分1比6的局面 妞妞 有沒有機會開湖呢 這個八月啊 第二 欸這是他們八月第一場比賽嘛 是 第二場了 第二場了 昨天有打過了 喔對昨天有跟這個 Masher有打過 是 這已經是第二場了 這樣子 我覺得有點漸入佳境啊 對 可以看到他們其實有幾次的指揮啊 配合 調度都還不錯 對 已經很明顯改善他們 一些大部分的問題了 而且 GAMEBOY狀況回穩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以前的這個 NEO大將一直以來就是有GAMEBOY一名選手 對 那他陷入第一名 那很明顯的對於 今天的張飛還跳得出來了 對 那像他之前陷入第一名 很明顯他對於這個戰況 真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對 但是現在啊 他狀況也回升 那張飛這裡也 這個 變 真的真的變張飛了 對 以前張飛好像都是這個 山寨版 有沒有 山寨張飛 紅月位 哇 這一個反應有點慢啦 就剛剛IMG怎麼會 拿薩58頂前點 結果反應這麼的 看著對方走出來 對有點遲緩的感覺 這樣子 這樣子 一點可能要爆掉了 有機會刷屏 為什麼是看著那個 欸欸欸欸 喔 啊沒關係啊 這是很明顯是搶Flag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意思是說 怎麼一旦點那個打屁股打不死他 喔對 對啊 我想說 因為他沒看 那另外隊友其實也會以為好像沒人 他他可能有機會刷屏 他可能有機會刷屏 找機會串燒吧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其實選手用心良苦啊 是有可能啊 是有可能啊 對啊他其實都Plan好了 好啊 是我們要相信他們 但是這個Plan是失敗的 值得意思值得意思 值得意思啊 喔 一滴血啊 欸這一個價位 我覺得有一點危險啊 我覺得他如果有煙 會有些頭 啊 有煙了 對方幫他下了 好 來 換顆煙你 應該是不會 他是要騷擾 我們可以看到小地圖 二彈點這裡是已經在集結 而且 看起來是要有機會來殺人的 但是這邊 這一根牙籤 啊 可能要被折斷了 我看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 牙籤躲過一擊 好那現在 可以從小地圖看到 目前因為監控棒已經損失了一人 所以現在是一個4打5的一個局面 那二彈點這裡其實也蠻尷尬的 因為 這一個看似是一個 三夾 喔喔喔 牙籤 捅爆了張飛的頭啊 喔喔喔 在中路這裡 gameboy 對 取得一個重要的frag 不讓對方在2這邊有造刺 的機會 哇那QQ這裡也 麻煩了 沒血了 喔喔喔牙籤 捅死你 捅啊 哇 再捅一個 哇那這個沒機會了 牙籤的命運就是他被折斷的 呵呵呵 這個牙籤人一捅死 就真的是神啦 他那一個是鋼丁吧 那一個是鋼丁是不是 好 現在進攻方開場中路很快耶 完全無懼這個 可能 對可能的 被看到旁邊好幾個 那個彈口 這個 雷的這個 痕跡啊 對痕跡 好那這裡 牛牛還是要選擇一樓梯嗎 我覺得他們對一樓梯的保護度其實是 很低 我覺得勝率 畢竟不是他們家 對 畢竟去人家做客還是要客氣一點好 好 我們看一下 進攻方剛才有個人是被U到了所以 但是這裡 喔QKID因為 一個很大的漏洞 抓掉之後 抓到一個很大的漏洞喔 這一個 啊 雖然聽到聲音了 對 對 還是把對方給秒掉了 這邊這裡 那一旦點這個騷擾的人 則是被抓掉了 那GameBoy 看看 目前是一個2打3 GameBoy 有可能是一個關鍵 那這裡有點 只能堵在這了啦 看看GameBoy 所以我們只會先殺人 那目前這顆煙看起來是快散了 有機會可以去 其實我這邊GameBoy 偷一個 閃身偷掉一個的話 其實他滿有機會 對 戰局是滿有機會的 因為他 防..這個裡面防守的人 還勢必得名駕啦 所以GameBoy是滿有機會偷人的 嗚呦 所以這一個殺不死就麻煩啦 哇 哇 那我們加倍嗎 很快 已經來到了一個2比1 這張圖我覺得是一張 攻守 軍事 是 對沒有太多的進攻 或防守方的一個優勢的地圖 兩邊都有機會打出一個很好的一個 Print 這一個 哇 尿褲子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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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爽啦 突然缺翻啦 哥躲在這邊 躲了幾來 你終於中幾了 來了是吧 啊 啊 躲很久了 這一個我覺得剛剛選擇有點 太大意了 瓜西干啦 欸 好像回車要開 這樣 哎呀 跑啦 衝啊 那我想到了勇邦哥哥 哈哈哈哈 有沒有說 要帶一下 又是我 什麼都我 不過剛剛那真的很像 三個都 衝刺 連嗆都沒開 就倒海了 到底怎麼 欸 重點是你知道我第一個被殺後面要有反應 沒有欸 後面2 3個人還是點在那邊 在跑 到底是什麼情形 反應上我覺得也有一點 這個吃緩的意味 好 那我們看到 現在已經是形成了一個2比2的一個軍事啊 其實雙方都很緊張 因為這張地圖 已經是三兩四中的第三張圖 這張地圖 關鍵 對誰能夠拿下 誰就有拿下這一陣 那當然對於蒙面加冥王來說還是很重要 因為他目前是 鋸第三名嘛 那扭扭 扭扭這裡 更重要啦 開湖站就看這一場了啊 香檳已經都已經準備好了 不想再冰回冰箱了 上次是已經拿出來要開了 那個可能塞子都拔開了 那最後又塞子塞回去 還有冰回冰箱 但是這一次啊 我覺得有機會啊 GAMBOY 喔 看到了C4 對 一槍一個 喔 這個身法不錯 這一個 喔 這一個身法不錯 喔 哇 一個補槍 乾淨 對 我剛剛QQ那個秒殺也是非常漂亮 但這個 喔 沒 沒折啦 3比2 喔 牛牛要開湖了嗎 氣勢震望喔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蒙面加費貓有一個掛蛋 對 蒙面加費貓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點持平啊 有回溫 但是進步幅度沒有牛牛那麼大 對 牛牛有點大爆發啊 牛牛已經來到了有點 可以有一些爆發力 以前就是很平弱啊 以前的這種 應該說他們有一些最關鍵像溝通啊 對 還有一些 調度上面 最最最最主要的問題 對 已經改善了 剩下的雷上 喔 這一個踩在對方的雷上啊 真是有點尷尬 那這邊很快的 防守方很快的來到一個 四打 一個五打三 不過剛剛那個 RMK開右鍵 是不是有點不明聚啊 對啊 畢竟你其實左鍵就 左鍵就 左鍵就那麼雷射了 直接射了 因為你按右鍵會降射速啊 對 其實我剛剛那個選擇是有點 不好的 因為畢竟你是 果物這邊三號選手 哎呦張飛啊 哇 你剛好換個飛彈 又來殺人啦 哇 張飛今天打得很high 我覺得 各種推 各種伸投 開心 對 他想說 原來偵察兵是這樣玩的啊 蠻不錯的啊 呦呦呦呦呦呦 Skyrun蠻謹慎的啊 因為那個其實 你站著有可能會被看到頭 蹲著是比較安全的 哦 跳下去下去 跳下去 哎呀啊 跟波羅說 啊等你很久了啊 很久沒讓人家變黑白畫面了 我現在又重出江湖了 我跟你說 比分4比2 攻守交換 對 妞妞啊 已經 帶了4分的領先 來到了慶功 但也要注意的地方是 妞妞的進攻 啊 還是這個 好有信心 他啊 結果一出去看到兩隻趕緊回來 對 而且我覺得他 我覺得這張圖他拿這個 這把槍其實還是蠻尷尬的 因為這張圖很多都是那種正面硬拼 拼槍的還是比較屬於拼槍的圖啊 就偷點的反而就沒辦法 比較難偷 對 那可是沒辦法啊 誰知道會run到這張圖 但是這也是一些選手他 為什麼要練步槍又練偵察的原因 他有可能這張圖反而是換別人拿 SRP當偵察兵 直覺有點像低砲又練偵察練兵 他什麼都能拿啊 他那時候聚集名人台上是有拿 唉唷對啊 還不錯啊 亞軍欸 我覺得已經是相當不錯 因為像很多人 我沒有說那個勇邦齁 就是在預賽就會刷掉了 勇邦等一下就狂狂賴你 又有我的局 又我 又我 都我 Rush也我 居集也我 啊我終於想到為什麼他改名了啦 蛤 就是因為你一直弄勇邦 我哪有 趕緊改一個自我版納 哥講都是事實 唉唷這一個gameball我以為他要刷屏啦 差一點兒 對 我們現在其實這一個回防 相當漂亮 那 順利的拿下 下半回合 第一 第一分 那 妞妞要 要這一分很關鍵的 你拿了 又重回兩分領先 你輸了 就 吃平 而且對方是下半場連拿兩分 你實際上 又受影響 那最後我們看看 妞妞能不能夠 把它視為一個關鍵的局 因為有時候比賽 像一些可能就是 比賽打比較少的 他可能不懂說 阿不就一分 輸了一分 贏了一分 哪有差 其實有差 差很多 這有時候關鍵分 關鍵局 真的就差很多了 有時候比賽阿 打的也不是什麼 就一個士氣 對 就像低炮有時候 他們就是這樣 打的就是一個士氣 撞你 阿哥撞你 哥無所畏懼 就是那種態度阿 讓對方 搞得很緊張阿 看到HQ會有點發抖 想說 幹是不是 就是 無腦狀態 撞出來這樣子 喔喔喔喔喔 中路直接擊火 但是 喔唷 反而是利用RNK的優勢阿 閃身直接殺子彈 對 這邊 已經進階到了 額外 而且沒有什麼 唉唷這一個蹲 威威 應該會收進出去刷屏 其實很累耶 對啊 我每次看這個就覺得 小拇指一開始酸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也沒有按 但我不自覺的酸 這一個假騷擾是不是有點假 他應該是要掩蓋隊友 對啊 是啊 但我想到了燒人足球阿 喔這個假動作阿 很假阿 哈哈 是不是很假阿 這個假動作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還是要去 對 先看一下這邊 先確保近點沒人 然後他再去選擇兩個 一個你看是要從中 還是要回二 再次騷擾 好吸引對方的注意力 那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想要來 假一彈點 時間30秒 來強攻了 但是這一個張飛沒隊友阿 有一彈沒關係 阿哥不需要隊友阿 這一個也把人找出來了 看看這裡 MG 這邊都抓掉了 但沒關係 MG 哇 這一個我覺得可惜了 Amy這局很關鍵 可是我覺得剛才 這個選擇很奇怪阿 張飛跟MG是走一夥的 但是兩個人間隔 大概有 8到10個身位耶 超遠 因為他這邊有點趕不上偵察兵的數 可是時間夠阿 30秒阿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是張飛要等一下 對 果然是張飛 符合這個歷史資訊 然後衝 衝他一個 當然你衝過了就當英雄了 但是真的是 我個人是 比較不喜歡賭這一種啦 對阿 但是如果你真的夠威阿 等你張飛變呂布喔 你把把衝可 衝吧 你就衝吧 他明天就改呂布了 明天變 改馬上改名阿 叫天下無敵呂布 還是什麼 東方不敗呂布 穿到了嗎 是不是 好像沒有 沒有穿到 沒有穿到 嚇唬大家 對阿 嚇到賽平了 哈哈哈 賽平嚇到了 欸 威威手痠了是吧 阿 阿 剛講完 威威哥 不是這樣的吧 你的小拇指在抗議了我跟你說 阿 犧牲了那麼久 一個人沒插到 唉唷唉唷唉唷 哇 這裡阿 被打了一個側身位沒法啦 但是進攻方這個 欸 這個 這個沒有描到ID嗎 不可能阿 看傻了他 對啊 這一個 哇 喔 這一個如果輸了 戰犯就很明顯了 這個ID肯定描得到 怎麼可能 放對方這樣出來逛大街阿 放對方進來這樣子 U的那麼開心 哇 差點 差點就因為這個失誤而被翻盤阿 索性他的隊友乾淨 因為他剛剛的位置進來可以拍到很多人耶 然後一舉壓進來有可能就要爆了 因為他還有一個還在U通 等於是一個多打掃的一個局面阿 剛剛那個失誤很大阿 但是還好NuNu扛住了阿 在連敗兩分之後 拿下了第三分 目前一個5比4阿 重回一個領先的地位 那蒙面加妙這裡也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們這一 這一張圖阿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領先過 最多到持品 還沒有到領先 GAMEBOY 這一個育苗很漂亮阿 哇GAMEBOY今天狀況真的好真的好 判斷阿 這個 射擊反應阿 哥今天就是要開壺 就是要carry 阿哥今天睡飽了你知道嗎 哥充飽電阿 阿之前找到充電器有跟你說 喔 這邊張飛 又要帶著把我果斷進去了 等一個隊友好不好 不 不等 哥不等 不咬 不等你看 阿不行不行 不行我再行阿 我行的 我行的 阿你看張飛 張飛 趕緊繞隊友 欸XDD你先走了 來來來放 來來放一下 喔這拍到 喔 這一拍很關鍵阿 這一個箭頭 對 箭頭秒 欸這個拍 這個角度也很棒 哇這個很關鍵 GAMEBOY這個也很關鍵喔 但這個有點可惜 這一個有點可惜阿 目前一個三打四 但是 這裡有點怕通過管下來 對 我們去看一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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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可以中路欸 對不對 對因為時間時間還有40秒 其實可以慢慢來 再抓 不雙中嗎 不雙中我覺得有點 嘖 這回合就危險了 阿張飛又來了 喔 喔 果然 這裡PO到人也沒有 也無關勝負了其實 對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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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 這邊魔命家非常有嚇到 原本想要回家裡 趕緊收個Flag 對 嚇到趕緊我們躲起來好了 等一下 喔 喔 蹲下來好了 時間不夠了啦 我覺得剛才其實應該是 殘局指揮應該是GAMEBOY要跟 中間這一位 然後13G來打一個交叉 來推他們家 然後再來加這個一彈點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而不是 你放個中阿 然後呢 你進去也是 也是很有可能是要二打二阿 因為明顯中間沒人對方正式 那對方二 二零二是很正常的一個 這個 防守的位置阿 他的判斷怎麼會是 放兩個 也是殘血 然後去硬推一彈點 然後中路在那邊掛網 是 對阿 我覺得剛剛那個殘局是 指揮我覺得是 不太對的啦 好 這非常精彩喔 雙方都 對 兩邊都打得相當漂亮 喔唷 這一個秒 喔 開始有點狀況回溫了A3G 但是防守方已經在等你啦 喔唷 欸米差點也被秒掉了欸 有點緊張了 對 她剛剛其實 如果她的準型再低一點點的話 就有機會了 就有機會了 好啦 那現在 反而是蒙面加肥包 先聽牌 第一次領先 啊 就聽牌了 換來再用紙妞妞的香檳 啊 是否要悲劇了呢 看看有沒有可能 自如破竹的連拿兩分 啊 來順利的開湖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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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run 這一個 欸 沒有扣到血量啊 這裡有點 算了 不要批刀了 下下你就好 下下你 因為其實也已經 領先了 可能想說 稍微打保守一點點 但我覺得太過保守就危險了 這一波有可能要被妞妞衝破了一局 這裡一個衝刺有機會嗎 但Skyrun這位其實也蠻容易刷屏的啦 其實這邊要看那個 通風管的夾子啊 對 欸欸 欸 欸 這邊好像是沒有 XM沒有打算上 這麼多煙的話 Skyrun有點危險喔 一個閃身UAV 對 喔 閃身UAV還好 因為秒ID就打 不錯不錯 出來撞到一堵牆 可是 這個選擇我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啊 兩個人帶C4衝然後呢 重點是他對人還是在利害 他三個人在二圍 剛剛的位置是在二圍 是砸回事啊 就因為你要揚弓的話 應該也是另一邊先走 我覺得是指揮官是不是下錯指揮了 他是不是想說我們打二打二 然後講錯 打一打一然後兩個人就撞進去了 因為剛剛那兩個人很倉促啊 莫名其妙不對的節奏就撞進去了 但是這裡哇 哥不放包殺人怎麼樣 怎麼樣 哥殺人 哥有張偉 欸張偉拿起5%了 張偉說這才是八次 喔 這真的是精彩的回舊 這個剛才我覺得根本是 幾乎把自己搞到了這個最後 最近 最懸崖的你知道嗎 要掉下去了 我發覺最近大家都很喜歡演這一招 就雙方大比分1比1 然後又來一個6比6拼 拼手 搞什麼勒 對啊 其實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勇邦的陰謀 因為你太IQ他了 為什麼 讓你加班 唉唷 喔 看出來了吧 怎麼可能 不可能 勇邦只會亂修 他才不會想那麼多 欸欸欸 剛講完勇邦啊 有FU啦 啊是不是 有FU啦 有吧 哥來對您致敬啦 衝啊 這邊 哇 Gameboy倒了 那這樣有點麻煩了 時間好1分40秒 看看有沒有可能要 來組織重打一波 喔 因為現在其實場上是有點混亂的 中路不知道是什麼情形 頭目館有沒有出不曉得 中路有沒有人逼近 也不曉得 那2這邊 你越機 你機得越久 也只是吸引到更多的防守方的人員 而且你看到防守的位置 小女可以看到紅色3號 其實卡的這個位置 隨時可以出通風館來打你PP 你如果打2的話 那這邊 你如果轉1 那其實對方因為也夠近 所以是有個眼 可以來看你 不過我這一個 逃命是相當漂亮 趕緊拉遠 欸欸欸欸 這我會怕 這邊2個MK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好的 出來2個我就少你 好 每秒這個 3 4發的射速啊 4 5發 這裡加起來 有機會可以來一個swapping 因為對方沒G啦 所以他敢這樣架 對 反正你5 8 你真的瞄我 就讓你賺 就對方5 8一個閃生1顆 就剛好1顆頭 那沒辦法啦 那個太強了 這個肯定是要弱了嗎 欸 好累 欸欸沒子彈 慘了慘了 對方要進來了 哇 好啊 嘘 這個QKIN關鍵啊 殺2個可以 及格了 啊這樣夠本了 這樣就是讓隊友來回方 要打進來嗎 關鍵局 啊 XNG這裡很猛啊 壓錢了 喔不錯 喔那現在 到開湖了嗎 開始搖香檳了 死掉的三個 趕快開始在搖香檳了 快點啦 哥要放手了 哇 哇 喔 我們妞妞 恭喜妞妞 一個7比6 開湖 喔 可以靠賬費還沒慶祝了 開湖啦 哥開湖啦 這邊非常興奮啦 那這個蒙面嘉被貓不幸的成為祭品 對 成為祭品 好這邊 恭喜妞妞 跟蒙面嘉比賽啊 由妞妞這裡 最後 達到1比1之後呢 小比分在第三回合 以7比6 拿下了生化危機的這張圖 那我覺得今天 妞妞的亮點 就是這個 張飛 以及這個 gameboy 兩位 那第三回合 前兩張地圖 成績 許久的XNG 在這一張圖 表現 有所回溫 但是我覺得 還是老問題 妞妞在 指揮上有時候還是會 出現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指揮 我覺得那一塊可以再更精進一點啦 對 不過以這段期間的進步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上升期 我覺得這一點做得蠻棒的 好那這邊 恭喜妞妞 勝利不再是 勝率不再是0%啦 目前 已經是一個 一勝13敗 雖然敗一點多 沒關係 我覺得目前 我覺得他現在要去搶什麼 第二名或第一名 那都是 給貢 你有機會啊 有機會來搶 就跟蒙面加肥帽搶 對 有機會跟蒙面加肥帽搶 有機會跟蒙面加肥帽搶第三名 但是你都要搶第一第二沒有意義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反而應該可以把 重點放在8月份賽制的重點是放在 調節自己的狀態 把他調到更高峰 比之前的狀況更好 那來迎戰 在基督賽來迎戰自由聯賽的選手 我覺得這是他目前的首要的目的 那蒙面加肥帽的話 因為跟戰績雖然跟蒙面加肥帽 來看其實是 有一點遠 但還沒有到不能追的距離 所以他應該還是要選擇 盡量拚第二 是 這樣可以為自己帶來一些優勢 OK 那我們等一下 四連場 其實現在已經過了時間 但是我們等一下進一段廣告之後的 精彩賽事 是由我們的 HQ eSport Club 對上我們的蒙面加肥帽 對 那進一段廣告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賽事馬上回來